二战时期美国海军的损管能力有多强 两天时间修好一艘约克城航母 在训报中救下全舰大火的富兰克林航母 总之就是一句话 只要船不当场沉就能给你修回去 但就是这样的黄金损管也有失效的时候 例如1944年的莱特湾海战 普林斯顿号被日军一枚250公斤的小炸弹砸中 起火后美军的黄金损管拼尽全力 也无力回天 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枚250公斤的小炸弹如何能将一艘航母击沉 大家好 我是水管老亨特 本期我们来聊聊美军最后一艘沉没的舰队航母 普林斯顿号 先给各位老哥简单介绍一下普林斯顿号 它是美国海军一艘独立级航母 在太平洋战争中 美国总共投入了150多艘航母 其中只有几十艘重型主力航母 比如约克城级和埃塞克斯级 其余大部分则是别的军舰改装成的轻型航母 以及一些商船邮轮改装的护航航母 由克里夫兰级轻旋航舰改的独立级属于轻型航母 它的防御力虽然跟主力航母没法比 但也强于大部分军舰 再加上美军的超级损冠 按理说应该不会被轻易摧毁 事实确是普林斯顿号的确被日军一枚炸弹给击沉了 1944年10月 美军进攻菲律宾 史上最大规模的莱特湾海战爆发 海军派出四艘航母 埃塞克斯号 列克星顿号 兰利号 和普林斯顿号 组成特遣队 任务是派舰载机攻击马尼拉 并执行空中搜索和返潜巡逻 1024号 克拉克和尼克尔斯机场的日本陆军飞机 发现了特遣队 他们蜂拥而至 向美军舰艇发动攻击 上午9时38分 普林斯顿号上空 突然出现了一架日军 第4Y12型会星轰炸机 航母在飞机俯冲时 用防空火力反击 但没有奏效 彗星冲到了航母上方 并向他投掷下两枚250公斤炸弹 第一发没有击中 只是在航母周围溅起了水花 第二发投的相当精准 炸弹击中了飞行甲板中部 距离中心线约5米的位置 直接砸穿了飞行甲板 留下一个直径0.4米左右的洞 紧接着又穿过机库和主甲板 在第二层甲板正上方引爆 按照常理 一艘航母被一枚航弹击中飞要害部位 问题应该不大 而且受到攻击后 舰长第一反应也是命令损管人员 赶快在甲板上打补丁 以免影响航空作业 那么一枚250公斤的小炸弹 究竟是如何将美军航母炸沉的 原来日军投下的这枚炸弹 并不是简单的炸一下就完了 炸弹在穿透甲板过程中 刚好切断了航空燃料总管 还在机库撞破了一架飞机的附油箱 导致大量高薪丸值汽油泄漏 炸弹砸落在甲板上的凹槽 将外泄的汽油引到了下层甲板 进而被炸弹爆炸火焰所点燃 一场大火在机库甲板上促燃爆发 停在机库内的六架鱼雷机也被点燃 航空燃油不停的喷洒和鱼雷的驯爆 使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九时五十三分大火吞没了机库 尽管工程舱内的机械设备没有被殃及 但航母尾部的消防设施还是失去了作用 很快驾驶室的操作装饰失效 由于事发突然 美军只有一些军舰保护性的盘旋在普林斯顿号周围 伯明汉号巡舰舰长托马斯·英格利斯 开始负责指挥营救航母的工作 其他航母和军舰则继续执行任务 五分钟后航母火势仍在蔓延 炸热的汽油蒸汽引爆了一些雨雷弹头 爆炸直接将几名船员炸飞 高温还点燃了机库飞机上的油气罐 燃烧的燃料再次助长了大火 机枪中的弹药和储备弹药开始爆炸 加剧了混乱 船长命令进行第一阶段打捞控制 490名士兵留在后面灭火 并配备高射炮 以防敌人再次攻击 其余的船员则在甲板下站稳 准备爬上甲板砌船 这时日军也发现了燃烧者的普林斯顿号 他们派飞机继续攻击 想要击沉这艘航母 收到敌机报告里的里诺号巡洋舰 开始集中精力防空 击落了两架日军飞机 日军的攻击没有奏效 只得信心退走 但此时航母内部的情况仍不乐观 又过了18分钟 航母储备库中的弹药开始燃烧 船长下令进行第二阶段的打捞控制 这项指令本该留下修理队和工程水手 约240人在船上 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 已经从航母后半部分下船 由于通讯困难 船上的船员接连收到弃船的错误命令 结果更多的人选择直接放弃普林斯顿号 而不是进行两个阶段的抢救 眼看普林斯顿号无法靠自己控制伙势 博明汉号开始接近航母进行救援 他向航母船尾移动 以便在机库的尾部更有效灭获 巡洋舰还派出38名士兵 组成损管小组到航母上面火 这次灭火并不是无用功 两个最大火灾中的一处被成功扑灭 此时海上也突然下起了暴风雨 负责损管的队员们接到两个好消息 是越干越有劲 但就在他们几乎成功控制火事时 以外发生了 当时普林斯顿号上 只有一些雨火还在雨雷舱和电梯坑周围燃烧 线上美军损管认为大火已经被控制 于是便向舰长汇报了这一情况 舰长是以博明汉号巡洋舰靠近航母 并将它拖走 但暴风雨还在继续 汹涌的大海冲击着船只 让博明汉号花了近30分钟才成功靠近 而就在巡洋舰沿着航母向后移动时 航母的C101B号雨雷装载舱被残余火焰点燃 发生了一次灾难性的大爆炸 爆炸直接波及了与它靠近的博明汉号 造成巡洋舰233名船员死亡 400多人受伤 比航母上的伤亡还要大 眼见大火重燃 船员们再次展开消防工作 同时要求再派一艘船来拖航母 但这一次的大火比最初的火势还要猛 逐渐变得无法控制 协助船已经被爆炸炸伤 随时可能发生另一场毁灭性爆炸 此时指挥官认为 没有理由再要求其他船只协助灭火 于是在下午16时04分 504顿号的船长下令 所有船员弃船 半小时后 他们疏散了最后一批幸存者 并对航母做了最后一遍检查 此时航母火势已完全失控 周围许多受损的军舰需要修理 生还者和伤员挤满了其他船只 加上天气恶化 炸热的航母很有可能成为指引敌机到来的灯塔 于是舰长决定派欧文号驱逐舰 直接击沉普林斯顿号 驱逐舰多次发射鱼雷 却很少能命中航母 好几枚鱼雷还突然转向 差点击中其他船只 最后这项任务交给了 里诺号巡洋舰 他发射了两枚鱼雷 精准命中航母航空汽油库下方的舰体 大量汽油被引爆 在海面上形成了一朵高达600米的蘑菇云 17时50分 普林斯顿号沉入了菲律宾海 这艘航母成了美军在莱特湾海战中 损失的最大战斗舰艇 也是战争后期 日军通过正常战斗的方式 击沉了少数美军大型舰艇之一 经过事后分析 航母上的各种人员设施部署到位 悲剧的发生完全是处于意外和违规操作 比如作战人员临时将满油满弹的轰炸机 移入机库 造成火灾突然爆发 就跟中途岛海战日军航母犯的致命失误一样 其次 炸弹违规存放在机库甲板的鱼雷储藏间内 导致了最后的大爆炸的发生 普林斯顿号的沉没 只能说是各种倒霉因素叠加的结果 还真赖不了损管人员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